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慧倩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面对空污 中部各县市都严肃面对 3号的上午 七县市首长就齐聚台中 进行了空污治理紧急汇报 要求中央要正视地方的心声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在会中宣布 中火今年深煤使用量 已经超过了1104万公顿 市府将依法开罚 每一部机组30万元 总共是300万元的罚单 如果不改善的话 不排除撤销一到两张的操作许可证 中台湾七县市首长齐聚一堂 对空污再度发出怒吼 3号上午台中市长卢秀燕 召开中部七县市首长空污治理紧急汇报 也宣布中火到11月底的燃煤使用量 已经超过全年的许可量 决定开罚300万元 更要求10天内改善 否则会暗自开罚 中国因为已经违反了我们地方自治声明管制条例 所以他们必须立即改善 如果政府自己带头违法 自己不遵守法令的话 那我们必须依法作为 我们不能够懈怠 我们必须依法作为 所以根据第一份的这个裁处书呢 第一个我们会给他罚还 第二个要求他限期改善 第三个如果再做不到的话 我们不排除撤账 不满中央放宽中火 燃煤许可量10% 七县市为了捍卫天空硬起来 卢秀建也再施铁换 对中火开出第一份裁处书 并开罚300万元的罚还 而南投县长林明珍更在会议中扬检 中央若不正式 不排除会联合七县市来包围中火 如果中火还要继续满干的话 不停从我们台中市的 这种减美的条例 硬干的话 我们领事长刚才讲了 一定要撤照 如果撤照再不怕的话 我们就发动 中部600万的民众 到包围中火抗疫 从90年代到现在 我们的肺癌肺腺癫癌 等相关肺部的疾病 已经攀升五倍 这对于我们中部地区 民众的生命财产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要求减量减量再减量 严格的来制定所有的标准 希望我们达到一个空气防止的标准 还给我们所有乡亲 呼吸一口干净空气的一个权利 机械市首长更共同签署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共同声明 要求中央要正视地方的声音 也还给中部民众干净天空 而对此台电则表示 中国今年已经大幅减少 用煤300万公吨 台电将在供电稳定下 会持续减煤 也希望各界都能看见台电的努力 记住临家话台中采访到